律师地检署前烧毁国旗 竟是为了这件事 这么大胆在地检署外烧国旗 他可不是一般民众 而是律师郭宪章 因为他认为刑法第160条 烧国旗和国父营相有刑责的规定 不合时宜 希望雄检可以依该法将他起诉 突显法条荒谬 郭宪章曾担任叶少爷 酒驾案中被害人的律师 他也长期为蔡定贵的 异议人士辩护 郭宪章在高雄是非常知名的 一个公益的律师 他有一些对抗体制 或者说去制衡司法官的一些作为 基本上都是出于公益的考量 郭宪章先前为了律师尊严 推导过总统安检门 被控妨害公务 一审获判无罪 但他这回可能因为烧国旗 又吃伤官司 因在台湾烧国旗 依法可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印或三百元以下罚金 郭宪章认为 该法形同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 及国家认同 烧国旗跟国父影像 本来就是言论自由 国家怎么可以要求 民众不能表达自己的不满 他还说 假如雄简不用刑罚 一百六十条断他 他会天天到地检署二烧国旗 等到有罪定议后 再申请大法官释宪 虽然高雄律师工会 对他的言行不发表意见 但有律师认同 所以我也认为说 新法批判又是条 这一个部分 是有修正这一辈子的地人 洞新闻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